各位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您收看ACI南加州学院教育讲座 我是ACI天普分校的吴主任 2019年最新大学排行榜出炉 UCLA超过了UC Berkeley的排名 名列为全美国第19名的最佳大学 很多家长在申请加州大学的时候 特别针对UC Berkeley跟UCLA都列为最重要的目标大学 那么这两所大学在入学的时候 他们怎么样筛选学生 在申请表上面要看到怎么样的重点呢 UC加大在特别GPA的计算上面 有他们自己涉猎的一个标准 孩子在学校的选课跟排课的安排 是UC加大最重视的一个学术测验成绩 10年级跟11年级不论是在学校里面 拿的一般科目 荣誉科目honors 或者是AP科目都会列入计算 但是有一些科目呢 如果是选修UC就不一定会把这些选修的课 列入在GPA的参考里面 那么如果说是特别针对这两所大学的话 南加州学院也要特别鼓励学生 从10年级跟11年级开始 一定要找一位专业的counselor 帮您做一个排课跟选课的安排 因为你的成绩已经列入大学的计算标准了 那么再来第二个呢 就是最重要的测验成绩 SAT是在所有的测验成绩里面 是最为重要的一环 那么我们学校在12月份呢 Winter Bootcamp的时候 已经开设了非常重要的密集课程 那么也针对2019年3月份的 这项重要的考试的时间 要为学生做安排跟准备 好的学生如果在Winter Bootcamp的时候 可以加紧密集的练习 那么有机会利用短短的两个礼拜的时间 搭配周末的课程 就可以在3月份将最重要的SAT的考试考完 那么如果说在时间安排的妥当的话 您极有机会将一次的测验成绩 拿到完成了之后 在申请表上面就能够凸显 您在学业测验成绩上面的安排重点 很多的学生针对UC Berkeley跟UCLA 会以为我是不是一定要超过这个满分的GPA 或者是满分的SAT才有入学的机会呢 所有的搭配跟选课还有试验成绩的选择 都将列入为大学的参考依据 那么在这里我们要特别提醒孩子 从九年级开始就要有一项一系列重要的安排跟选择 也鼓励您跟我们的学校能够联络 我们总校的电话在Arcadia是 626-821-6525 821-6525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